在成都车展上 长沿马自达展台被层层包围 都快避管了 但全新马自达3的旁边还是围满了媒体 但它离上市还有一段时间刚刚开始预售 在这段时间 我觉得您完全可以考虑这部车 别克新款威朗 它刚刚上市 是一款性价比非常好的车 在紧凑级市场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产品力的 格山使用了最新的家族设计 两条杜克飞翼从车标延伸出来 悬浮在中网之上 LED的透镜大灯 也拥有了一个新款的日间行车灯 从车前的六颗雷达就知道 它还拥有自动驳车和公布系统 在前档峰处的摄像头呢 和负责车道保持功能 全景天窗呢 也是全新马自达3没有的配置 尾部的设计焕然一新 一条杜克饰条换穿了左右的LED尾灯 拉伸了视觉宽度 两边的杜克排气管呢 都是真家伙 而且外部的杜克装饰非常的好看 威朗的周距达到2米70 也是主流紧凑级轿车的水准 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三角窗设置在C柱上 这样不仅能带来更敞亮的车内空间 而且后排的车窗 也没有那个讨厌的小黑潮了 内饰采用展翼式的设计 和别克其他车型的迷迈相称 通路台以功能为导向 通路按键和东西按键都比较齐全 很多 看起来呢 已经很杂 但是它也可以到我们快速的操纵 叶子手沙在微朗上早就太费了 而别克最令人心动的就是通用系的 安斯达尔安极性系统 如今它已经终身免费油亮 非常地耗用 多媒体系统呢 支持CarPlay和版图的转栏 超级手机互联 还提供WiFi热点 导航总体化 座椅的中部采用 阿根卡尔材质的超纤皮 这在同级别中十分少见 提前的别克对材质的不吝啬 虽然同样是1.3T动力 但通过CD标识你就知道 它可跟JR6的1.3T不一样 因为它拥有了刚刚那个直分级的时候 最大攻略也达到了1.2T 最大扭矩达到了246米 全新拉扎3呢 采用了有力量后权价 提搭了这些不力行驾 表明了他们相信自己可以 将有力量后权价 调教得非常好 就是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挑战 其中级别的标杆 因为威朗呢 早就采用了瓦特连岗 来提升辽阔人家的操控性 正如速腾对于大众一样 威朗也代表了公用集团最先进的 紧凑级轿车水准 如果你等不及昂克萨拉了 那不妨先考虑一下这款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